各位读者新年好,昨夜,大家是怎样跨年的?一定有不少人选择守在电视机前观看各大卫视的跨年演唱会吧。 跨年演唱会,向来是各家省级卫视的必争之地,昨夜湖南、江苏、上海、北京四家电视台对打,为观众呈现了精彩的舞台。 这将卫视由于跨年演唱会,在12月30日提前举办,因此没有参与作业的竞争。 湖南卫视集结了TFBOYS、张艺兴、朱一龙、火箭少女101的年轻偶像,节目充满活力、关注度和讨论度高。 湖南卫视跨年演唱会观众微博,江苏卫视了大批的实力派歌手,包括邓紫棋、毛不易、朴树、李荣昊、张杰、李玉春等,演唱的也都是阮熟能详的歌曲,舞美音像也保持了高水准。 东方卫视的跨年直播温情满满,唐烟、罗建夫妇合体回娘家,现身东方卫视跨年晚会。 黄四汤与吴亦法再度同跨引发关注。 北京卫视跨年演唱会采用录播形式,主题为《冰学圣典》。 节目已提前在市外舞台录制完毕,昨夜播出。 由于过去寒冷,呼出的热气变成白雾、汪峰、腾格尔、杨昆等歌手。 被网友调侃称为行走的加湿器。 湖南卫视产联五年的第一丢了各家卫视使出浑身解数,究竟谁赢了? 江苏卫视和湖南卫视谁是第一? 今天1月1日,2019年跨年演唱会ZS-M52收视率统计出炉。 江苏卫视11.750的收视率逆席第一,超过了连续产联五年第一的芒果卫视。 芒果卫视也以1.499的收视率紧随其后。 上海东方卫视则以1.419的收视率位列第三。 北京卫视11.232的收视率位列第四。 跨年演唱会终于压过湖南卫视一头,江苏卫视也发布了庆祝夺冠的海报。 而湖南卫视引用全国网数据表示,自家的演唱会收视扛顶第一,全国网同时断饭额扩九,直播时14网收视第一,关注度风直播四,时时事战律风直播二十。 同时,两家电视台的竞争,还引发了收视人为操作的质疑,将苏卫视强制跳台登上热搜。 有网友表示,在使用有线电视、IPTV、爱奇艺等平台,观看湖南、东方、北京跨年甚至在观看电影的过程中,突然出现江苏卫视跨年广告,紧接着自动专台的江苏卫视直播,并出现声音变大、遥控器失效的情况。 对于两家究竟谁是收视第一,网友的观点也很鲜明。 支持湖南卫视,浮云海傲娇,我感觉应该是湖南最高吧,我朋友都看湖南。 安逸耶,安逸耶,湖南卫视跨年好有气氛。 很温馨感动,每年都收集湖南卫视跨年,一如既往的跨年味道。 Top Big Bang 这种晚会收视率一般湖南要大低。 支持江苏卫视第一,GASMN0904,江苏卫视真真的是演唱会啊,从开头跟到结尾,林娟姐,黎荣浩,赵亮莹,蔡依林,黎宇春,朴树,荡子奇,这阵容,只能说牛。 斯泰尔斯夫人,江苏卫视跨年真都很用心在做呀。 不止一点点众议,江苏真的超好看,五美歌手音效都一级棒。 2018省级卫视冠军一主 秉持快乐中国里面的湖南卫视,多年来,一直是中国年轻文化和娱乐文化的领军者,也是省级卫视的第一品牌。 根据央视索福瑞一年统计的全国省级卫视收视排名,湖南卫视连续十五年蝉联冠军,这叫卫视,上海东方卫视和江苏卫视最多次向第一发起冲击。 但从未然指,2018年,令人意想得不到的是,收视冠军最终被连续五年排名第四的北京卫视夺得,中国省级卫视的版图经线新格局。 收视率统计的多渠道、多标准,以及收视率被污染、被买卖的问题,在2018年而受各方关注。 特别是2018年9月,收视率造假事件发生,人民网等权威媒体,也开发评论人文章,不能让所谓的收视率语弄观众,对收视乱象加益谴责。 收视率造假事件曝光后,田津卫视、安徽卫视、山东卫视等早已淡出盛级卫视第一阵营的平台,开始出现在节目收视三甲的行列中,北京卫视的冠军箱也随之清晰起来。 值得注意的是,湖南广播电视台《过渡娱乐化》在2018年7月,被中央巡视组批评,湖南卫视综艺娱乐类节目比重明显较低,新闻、公益类节目明显增多。 不过,在2018年12月25日综艺发布的文章中,湖南卫视在品店纪念业绩时,采用尼尔斯公司的数据,宣布他们今年依然名列收集卫视第一名。 每日经济新闻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 别忘了按赞哦。 别忘了按赞哦。 感谢观看